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移民来到了澳洲 大家想在这个新的角度里面 很快地落地生根 融入到主流的社会 除了语言的适应 以及更加要知道澳洲当地的法律 很多新的移民在不知不觉之中 将自己原有的法律知识带来澳洲 而这些法律知识在澳洲 是不是走得通呢 带着这个疑问 我找到我的好朋友Derek 加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劳尚宾律师 实行和大家来一个袍根文底 解开一个法律的谜底 欢迎收看华下电视 我是女主角Anna 在我身边依然是加南律师事务所的 合伙人亦是我们的劳律师 Derek Derek亦是一个相当资深的律师 其实上一期我们提及过 就是有关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做三份文件 可以预防以后发生的事情 有一个跟进 其实我们这一期想带到去 万一没有做到这些事情 那是不是完全没有法律的保障呢 嗯 其实又不是的 我想现在可能人们都有看电视 或者听声音机都会开始了解到 就是口头协议 都是主义协议之一 OK 即是一个问题 你怎样证明当时的口头协议 讲了些什么 OK 但是如果你证明到呢 都没有问题的 嗯 那这个证明是否要有第三者呢 那不是第三者的 最好的是第三者 那还要独立第三者 你不会说 不是当时我老公听到的我说 那你老公当然是 即是无资是相熟的 即是无资是关系的才有效 那你想想做生意 有几可有一个第三方 是完全没有利益的 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通常都有一些关系的 OK 所以证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通常 可能她说的证供是可能 只是参考作用 法庭不会怎样听 OK 那怎样证明呢 就是用行为了 OK 用行为 譬如说 Anna 我是做餐馆 OK 我跟你说我买100斤菜 OK 那说好了 一元一斤这样说 那没有签合同的 OK 然后我给了多少钱 然后我就问菜为何没有你 你不可以说 我都没有跟你签合同 是吧 那我很容易证明到 如果我没有跟你说过 有个协议说会跟你买菜 再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说买其他东西 譬如说买一些假 这样说 如果我没有说过我会跟你买假 那我无端的为何给你钱去你的户口 那这个就是用行为 用环境去证明当时真的有一个这样的 动作的协议 协议 但是是很难的 所以就变成了我打很多官司 因为很多都是华人 又是没有签合同 那变成了就是 下下就用这些环境的证明 变成了赢面 就会低很多了 那大家都没有证据 大家都没有书面证据 那赢面 你想想会不会多过50% 一半的机会赢一半的机会输 那当你一半的机会赢一半的机会输的时候 你就会很多时候 就是把盈肺低了 有可能迫到你要打到最尾 是不是 如果简单 如果有白字一字写得很清楚 打什么 一定要和解 很清楚你正在赢的 是不是 但是什么都没有 就变成了有时候 心大心小应该和解 一方面又不奋气 不奋气 明明是这样 是不是 但是 你找哪个哪个出来做证人 其实是很危险的 但就不是说没有合同 绝对 就没有法律效用 大家千万不要 好像很大声说 我都没有签合同 你不要告我 不可以 不是这样的 可能有很多环境的证供 那个官就是说 经常听到什么 疑点归于被告 这个只是属于刑事那方面 可以用来用 民事不是这样的 民事就是说 如果一个法官 相信你51% OK 就相信另一个位 是9% 你都会赢的 OK 官是不需要百分之一百 去相信你 所以其实 是绝对有机会赢的 但是有时候 那些东西说 真的有心压你 有时候真的说了些都不记得 明白 如果这样的情况 我提醒大家怎么做呢 就做合同 大家真的不肯做合同 或者太烦了 至少你用电话 发个微信 或者发个短信 或者发个电邮 或者发个电邮 说回 Anna 我今天就跟你说 你就5月20号 前要给了一些 我 我就给50元 如果你同意 你就回答我的微信 对方说OK 这个就变成了 是一个证据 不是最好的合同 但是 至少减少了你百分之 起码八十的 是拗拗风险 你拿回微信 拿回来 不用拗了 Anna 你自己都说OK 所以就 用这些方法 就可以保障自己 保障自己 其实意思就是 作为一种交通 不是一种通讯的 一种用途 例如我们平日 去送一些短信 其实这个 在生意的一个 买卖上 其实都是有一个 一定的作用 不是说百分百 但是起码是有一个 就是出示到一个证据 原来我们是有说的 是的 我打很多官司 我想百分之百首官司 全部微信 都是打印出来 都是证据之一 很多 我们个个都用微信 所以微信 官已经接受了 这是一个证据 证据 其实很多时候 现在的人 很多 将一些资料 例如你常常换手机 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你手机 如果你换了手机 你之前的资料 就未必有 所以 其实 在这个同时 其实也要提醒 一些听众 你要更新的手机 的时候 最好保留 你自己之前的手机 不要洗掉 或者复充 其实也是复充的 现在很多人都会做复充 会复充 或者放在你自己的电脑上 不是你的手机 始终的空间 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大 其实 Derry 你第一集的时候 跟我们说 有关 最好就是签 签了 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那三个 第一个 我重复一次 第一个就是 和合伙人的合同 第二个就是 和一些供应商的合同 第三就是 和员工 就是那些 人工 或者福利 那些合同 万一 这几样东西 没有做 其实 劳律师都说 其实不代表 就是 你肯定输硬 的 总是会有一些 事情是可以 Approve到 你们是会曾经 有过这些 这样的 agreement 例如 手机上的短讯 也提醒 听众 观众 朋友 平时 如果你是没有做 一些合同 例如 要叫一个供应商 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私下 用手机 发短讯 这个方式 其实都是留下了 某种程度的证据 是否这么理解 是的 不是最好 但也比没有 好的 好过 你完全没有一个人 可以证明到 你说有 他说没有 大家都只是 讨论 如果你有这件事 就多少 令到法官 会有据可寻 是否这样解释 是的 除了这些 基本要做的事 如果在生意 例如你打了这么多 这方面的生意 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些 例子 例如 如果没有做这些事 有什么例子 会发生 最后的结果 会如何 和听众朋友 举一些比较实例 实例 我当然知道很多 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 还有听众一听 就已经觉得 好像在说自己 很多是 partner和partner吵架 真的很多 通常打到结果 就和离婚案是一样的 就是 已经不是钱的问题 互不相让 互不相让 是吧 那一口气 所以呢 通常都会浪费很多钱 很难和解 股东股东合同 互不相让 也都会演变到很多问题出来 例如打的一宗 又是你餐馆的 那两个反了面之后 就 大家在 有一个 就是我的 对方说我的客人 就在员工面前 就数他 哦 那就演变了另一宗 叫做在高登法院打的 诽谤 哦 诽谤 明明一宗是股东咬娇 变成了诽谤 OK 接着又搞到 业主又追租 业主又告 业主又告 接着税谷又告 嗯 哇一次过 三四宗官司 OK 其实是 好像骨牌 你倒了 全部都倒了 因为大家都是 有关联的 就是 我和你攀娜 嗯 我和你眼交 嗯 你说走东我就走 走西 你说对的东西我就说错 明明赚钱 应该说 今晚好生意放多多少人 不放 哦 OK 我就不请 意气用事 是啊 明明那个菜单要改的 我不改 嗯 入多些海鲜我不入 哦 即影响整个生意的运作 斗气咯 你听下去当然觉得 很瘦仔玩泥沙的 但是当你 是这么生气的时候 是 对方 说任何一句话 都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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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提议就是 大家 做合同的时候 有些机制 就是说 如果大家不合 玩的 那怎么处理 你买我 我买你 还是一起卖出街呢 生意 嗯 对 股东合同是 最常见 嗯 嗯 就是 其实你现在这么说 就是说 比如签过股东合同的时候 就最好比较仔细 就是 不要只说 你一半我一半 怎样 就最好说 万一 比如有一方 不想再经营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生意 如何去处理 就是那个 其实都是相当重要 其实很多东西 你说 5050那个 基本上 我就不需要写的 哦 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的记录里面 已经说得很清楚 你多少股份 我多少股份 那分利润的时候 就跟着股份去分 分 这个不需要合同的 问题就是 其他东西 有什么你可以做 有什么你不可以做 比如说 你可不可以经营另一间餐馆 在我旁边呢 嗯 是吧 ok明白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出分别人工呢 嗯 你可不可以 将你的股份 卖给一个 我不喜欢的人呢 嗯 是吧 如果有人出一个 天价 跟你买个生意 嗯 那你想卖 但我不想卖 那又怎么处理 嗯 很多的 这些游戏规则 要全部射 其实好像这些 这样的游戏规则 其实一个 有经验的律师 其实他是可以 建议到给他的客人 绝对 他懂得明白的嘛 比如你做任何一行 我都做过的 我看之前做过 跟他说 喂应该 要说一些这样的东西 ok 不一定会吵架 那我用国语 和听众朋友 说一说 我们刚刚就是聊到一个问题 就是上一次 我们就是讲了 很基本的三个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要经营一个生意 首先要找到一个 很有经验的这个律师 先把你的要立的合同先把它离好 最重要的还是像那种合伙人的那个 那个一个契约了 还有就是跟这个供应商的一个合同 还有一个就是跟员工一个合同 完了呢 我们这一期主要的一个 要去跟大家分析的一个误区 很多人觉得如果没有做好上面这三条 是不是就等于这个法律 没有完全保障不到我们呢 其实这个也是误区 其实还有很多方式 可以在你没有在之前做这个合同上面 其实找到律师也是可以帮到你 可以解决到一部分的问题的 好了 这一期也很感谢盧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